好来在这边呢我们要讨论的是 from 4 Chapter 2 Belangiefocus的Paper 2的总复习题 Quadratic Equation是这一个 它的root是alpha跟beta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p if alpha不等于beta so我们这一个 我把它的那个Quadratic Equation 变一下 它变成x2-4x 然后加3-2p 我把这两个搬过去 -2p加3我写成 加3-2p它比较漂亮 等于0 so它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 alpha跟beta是它的root 然后它又不一样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2real and distinct root 所以代表的是b²-4aq 大过0 所以我就有-4²-4e 3-2p大过0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16-12 然后加8p大过0 然后接着呢 我就有4大过减8p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要在这一边 我有4加8p大过0 所以我的8p大过减4 我的p大过减4 over8 所以我的p大过减1 per 2 好解决 another quadratic equation have root alpha不等于beta不等于3 so我们在这一边 so我们在这一边呢 呃我的alpha加beta是sum of root so它会变成了减减4 per 1 所以它会变成4 然后我的alpha乘beta呢 会是等于那一个3-2p 好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是3x²加qx 减4等于0的时候 我的alpha per 3加beta per 3 是它sum of root 会是等于减q per 3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alpha加beta会是等于减q 我的alpha加beta是4 4等于减q 所以我的q等于减4 然后我的alpha per 3乘beta per 3 会是等于那一个 呃减4 per 3减4 per 3 所以我的alpha per beta是什么 alpha乘beta是3-2p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有3-2p over 9等于减4 per 3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9乘上去的时候 呃它就会变成3-2p 3-3-9-4-32-12 然后我再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15等于2p 所以我的p等于15和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p等于15和2 然后我的那个q等于减4 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在这个图呢 它是cross sectional of a cylindrical shape chocolate bar store inside a box in the shape of cube box 然后 the height of the box呢 is enough to store the entire chocolate bar such that the chocolate bar touch the side surface and the base of the box it is found that c of the chocolate bar is 2cm from the side and 1cm from the bas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是2cm from the side and 1cm from the base 它画到有点不准 它画到有点不准 这样 所以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OK 2cm from the side and 1cm from the base 然后它的宽是18 determined with the two similar chocolate bar can be stored into the box justify your answer 好 这一题呢 呃 它需要用到我们form 2 chapter 5 sircle的那个概念 在sircle里面呢 我们讲了什么东西 我们讲我们有一个code 这个是我的code 然后我们还有它的那个radius 垂直下来 radius so我的radius呢 会把我的code垂直平分 然后这一边 这一条是我的radius ok 所以它会垂直平分 这个是我的radius 这个也是我的radius 这个也是我的radius 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部分呢 它是 这一边是1 所以我这一个部分呢 是radius 减掉1 然后我的下面这一边呢 这一个 我知道我 这样也是它的radius 就是radius 然后 这个是radius 然后这边是2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radius 减掉2 所以我有radius radius减掉1 radius减掉2 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画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给大家看 so这一边是radius 垂直 这个是radius减1 这个是radius减2 它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边是2 这边是radius 这边是radius 这边是radius减2 这一边是radius 这边1 所以这边是radius减1 好 你能够明白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存在 我们才能够继续做下去 不然我们做不到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这一个 90度 然后 我们hytobulus theorem讲 长的那一个square 等于另外两条短的square加起来 所以它会变成r square-2r加1 r square-4r加4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是rsquare 我把我这个rsquare搬过去的时候 我的rsquare跟这个rsquare 就减 所以我就有0等于rsquare-6r加5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会开挂弧 等于0 我就有rr155- 所以r等于1r等于5 r等于1rejected 为什么r等于1rejected呢 因为你心里想我的r等于1的话 1 它这边2 不可以了吗 对不对 ok 然后 因为我的那个r必须要大过2 ok 所以我的r等于5 我的r等于5的情况之下呢 它能不能够放2d 所以不能 因为我的它的diameter就是10了咯 so我的r等于5的情况之下 diameter等于2乘5等于10 然后它要放2个的时候 2bar它的那个宽就是等于20 ok 大过18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的这个就 呃 什么 cannot store咯 ok 呃 cannot store 好 好 就是这样 a piece of wire with length of 76cn is cut into two parts with different length each part is bent to form a square total area for both 是185 find the length for both part of the cut wire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有两个正方形 ok 然后我的这个边长呢 我让它是x 这个的边长呢 我让它是y 虽然讲在这一边 他要我们用一个equation 用一个anone 会比较呃就是就纯粹的那一个simultaneous 但是你要纯粹的simultaneous呢 他就比较难做 像我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 这一个4x加4y 会是等于76 全部除x除4 所以他会变成19 ok 76除4 ok 我们在这一边76除4 然后拿到是19 所以我的x加y等于19的时候呢 这样我的y等于19-x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他说 total area for both square是185 所以我的x2加y2等于185 这个是equation2 so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x2加这个19-x的square等于185 ok 然后我就有x2加19的square 我拿到的是361 然后我拿到的是176 然后我拿到的是176 所以我就有x2加19 sq-19x加88等于0 然后我在这一边开挂糊 呃 等于0的时候 呃 我这一个就有xx 嗯 那这一边他的一个的边长是x 另外一个的边长是y 一个是8一个是11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他一个是4乘8 32cm 另一个是4乘11 44cm 就是这样 ok好 一个是32一个是42 44 ok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题 他有n个学生 然后 呃来买150块的礼物 for emily的生日 然后多4个人join的时候 他 每一个人呢就 少给6块2毛半 ok find the amount to be paid by each student of the new group 所以你心里想啊 他原本有n个人的话 每个人呢 要给多少钱 每个人 给150 除n 现在他多4个人的时候 我有n加4个人 然后这150块 被n加4个人平分 这样 这一个 要给的钱是比较多了 这个比较少的 然后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他相差多少钱 他相差6块2毛半 ok 我有一句口诀呢 教大家那句口诀是 大的等于小的加他们之间的差 所以大的是150个n 等于小的是150 overn加4 加 6块2毛半 ok 6块2毛半的时候呢 其实我可以这样做的 6块2毛半是25个4 我把这个变成25个4 我把它写成25个4 这个时候 我全部一起除 我全部一起乘4 乘4 乘4 乘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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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n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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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4跟4页 我的n加4跟n加4页 n跟n页 然后 呃 其实全部都是25的倍数 我也可以 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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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除25的时候 6 150除25 150除25 我拿到是6 然后这个也是6 然后这个是1 所以我这样的情况之下64 24 是24挂虎n加4 等于6424 24n 加n挂虎n加4 所以我就有24n加 那个24乘424乘4 然后拿到是96 等于24n等于24n加n2加4n 我把这个帮过来 所以我就有n2加4n加96等于0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96我除8 1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呃 n n8跟12 哎不可以 不可以 等下 他这边是加4 这个是减96 OK 这边 写错了 他是减96 OK 他加帮过去变减 加帮过去变减 然后这个跟这个可以 cancel掉 所以他是加12-8 所以我的n等于8 n等于-12 rejected 因为人数应该是要大过0的 所以n等于8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一开始有8个人 然后现在变成12个人 然后 12个人每个人要给多少钱 所以在这一边 呃 new group 有8加4 12 students 然后 每个人 给 150除12 我在这一边150除12 然后拿到的是12块半 12块半 好 来我在这一边我检查答案 我的n等于8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150除8 所以我这一边150除8的时候呢 他是 18块7毛半 然后n等于8加4等于12个人的时候 他就150除12 12块半 所以18块7毛半 他减12块5的时候 他变成6块2毛半 OK 所以他们相差6块2毛半 正确 OK好 这一边我觉得你用这句口诀大的等于小的加 difference 他就会比较快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五题 他的fx等于-4x2加4x-1 in the form of 这一个他要express这个in the form 所以我的fx 等于-4 抽出来 x2 减x 然后 加14 我抽减4的时候 除减4 除减4 减减加 加减减 然后减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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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的sq -1.2 的sq 加1.4 所以他变成-4 x-1.2 的sq -1.4 这一个 加 对 然后再加1.4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了-4 挂弧 x-1.2 的sq 加0 加0这边就不用了啦 这一个 这个跟这个就没有了 然后 所以他会变成-4挂弧 x-1.2 的sq state point of maximum 我们的a等于-4 小过0 酷脸 然后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 呃 我的这一个 x等于1.2 是他 access of symmetry 所以 x等于1.2 是他的access of symmetry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x等于1.2 然后 哎等下 他是 加0 这边弄错了 OK 好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是1.2 0 so x等于1.2 是他access of symmetry 然后 x等于0呢 是y等于减1 这个是x 这个是y 好 就是这样 OK 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题 quadratic equation have a minimum point 这个 find the value of h h跟k 呃 我们在这一边我用competing the square so我现在在from for一开始的时候 mx from for一开始的时候看到maximum跟minimum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是做competing the square 所以我的fx 等于x y-hx -5 x y-hx 加 -h for the square -h for the square -h for the square -5 所以他变成 x-h for the square -h power -4 -5 so 我的 那个 axis of symmetry的部分呢 他是 x-h for the square 等于0 x等于h for the square 然后他这个是OK吗 所以就x等于2 所以我的h for the square 等于2的时候我的h等于4 然后我的这个 呃 a等于1 大过0笑脸 所以这个是minimum point minimum value 是 那个 -h square 4-5 这个地方是他的minimum 会是等于k 然后h是4 -4 square 4-5 等于k 然后这边月月 所以我的k 会是等于-9 所以h等于4k等于-9 所以在这边h等于4k等于-9 然后 在这一边他要你find the intersection point of the graph of the function fx with the x axis 然后scatch the graph of fx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h我拿到他是4嘛 所以我的fx等于x square-4x-5 然后 这样其实我可以直接开挂弧啊 然后在这一边我不用用competing the square xx 155 减5加1 所以我的x等于减1 x等于5 然后他是笑脸 然后x等于减1还有x等于5 笑脸 x等于减1 x等于5 这边是5 这一个是减1 然后 在这一边k等于减9啊 so k等于减9 2减9 2 减9 然后 这一个x等于0的时候y等于减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 xy ok so我的x等于0的时候我的f0会是等于0 square-4 4乘0减5 减5 好 所以我的graph就会是这样减1 5减5 然后2减9 这样可以 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题express 这个in the form of这一个 然后叫我们scatch 然后axis of symmetry so competing the square -3x square加8x 减11 减3抽出来 x square-8 3x 加11 我抽减3的时候 除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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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减3 x square-8 3x 加 减4 3 的square 减4 的square 加11 3 所以它变成 减3 x 减4 3 的square 减16 和9 加11 3 OK 所以减16 减16 5x 5x-4 4 的square 减17 OK 好 它叫我们scatch这个graph 呃 3-11 那这个叫我们scatch它的graph 啊 呃 我的 这一个 什么 减3 x square加8x减11等于0的时候 我就有3x square-8x加11等于0 3x square-8x加11等于0 哎有root吗 等下我看一下这一边 减减他no real roots的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no real roots的 ok 因为我的这一个 呃 什么 我在这一边他他是no real roots的啊 我的b square-4ac 等于 8 square-4 减3 然后减11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64 就是4减4乘3乘11 然后减68 小过0 所以他是no real roots 然后他的a等于减3小过0酷脸 所以他的这一个呢他是这样 然后4把3减 这一个 这一边他这一个是 4把3减17把3 然后这一边是减11 这x 这个y 然后他的 c的部分呢 他的axis of symmetry 是x减4把3等于0 所以x等于4把3 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8题 find the value of p if the graph of quadratic function touch the x axis at one point touch the value of two real and equal roots 所以我的b square-4ac等于0 so我的那个fx呢 是-x square 加2px 加p-2 所以b是2p 4 4-1 p-2 等于0 4p square -x加加4p -x加-8 等于0 p square加p-2 等于0 全部一起除私 所以我在这边我开挂弧 等于0 pp122 加减 所以我的p等于1 p等于-2 好 然后 scatch the graph for negative value of p so我的p等于-2 所以我的fx呢 会是等于-x square 加2 -2x 加-2-2 所以它变成-x square -4x -4 OK 好 a 等于-1 酷脸 然后 呃 我的 这一个f of 0 会是等于-0 square -4乘0 -4 等于-4 然后我的-x square -4x -4 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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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这一个是--2 然后这一边是-4 -4 -x -y 好 就是这样 在这一边 它要我们scatch the graph of 这个2x2-8x加5 state the coordinate of the vertex and the x intercept of the graph of the function 它叫我们state state的话其实不用步骤 所以我的2x2-8x加5等于0的时候 很明显它没有办法 变成那一个很美的那种 我们不能够开挂弧 所以我用-b加-square root b square 然后-4ac per 2a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我就有mode equation 然后quality equation 我这边2等于-8等于5等于 然后拿到的是这一个 3.223.225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 那是0.77 ok 所以这个是3.225 0.7753 ok 然后它要我们state the vertex state the vertex的话 既然它是讲state呢 这样我就用modelmax的方法了 我的那个axis of symmetry 可以x等于-b per 2a 所以我直接-8 per 2a 然后我拿到的是4282 so我的f of 2呢 会是等于22sq 所以我的这个2-3是它的 vertex 我的a等于2的时候 它是大过0 笑脸 所以它是minimum 所以这个它让我们画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一个它其实是这样的 ok 这个是x 我习惯我放y 但是如果你要标准的话呢 你应该放fx ok 因为它这边是fx 你就放fx 这边是y 你就放y 然后这个是0.7753 这个是3.225 然后它的minimum是2-3 然后这个是5 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5 f0等于20sq 减80加5 所以它等于5 它find the value of t if 2 x2-8x 加5 加t 等于0 has no root 这一题呢 你要慢慢的算 哎 没有be啊 来 我看be 2x2 加5 这一边 so我的be这一边呢 我就有2x2加5 小过等于8x 所以我有2x2-8x加5 小过等于0 这个2x2-8x加5吗 就是这个啊 小过等于0 你看啊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等于0是在这两个点 小过等于0的是这一些地方 然后它的这个号码呢 ok是会那个这些号码呢 它是呃那个 negative 所以小过等于0是在这一边 所以当我有quadratic equality 我大过的时候呢 我就拿大大小小 大过大的小过小的 小过的话呢 我就拿指尖 所以我的这个x呢 会是在 那一个 0.7 753 和 那个3.225 之间 嗯 好 好 在这一边呢 如果你的计算机是5701 打叉的话呢 你的计算机有一个功能 是inequality的 你去找inequality 然后它的polynomial在这一边 degree2 你看这个是小过等于嘛 小过等于所以是第四个 然后它的a是多少 2 等于 减8 等于5 等于 再等于 那 所以它答案呢 就会直接 它是在 0.7753 小过等于x 小过等于 3.225 ok 这样 所以很神的 然后接着它在这一边 它讲这个has no real root 的时候 我has no real root 的时候笑脸 no real root 是怎样的东西呢 no real root笑脸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我整个移上来 这样它就no real root 什么 我向上移 它原本最低的点是减3 然后我加3的时候 然后它就有一个点 ok so如果我在这边 我只是纯粹 只是在这边加3的时候 在这边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如果我的t等于3的时候 它是2 real and equal root 他加t吗 加t吗 这个2x2-8x加5 他加t向上加t 所以我的那个t是怎样 我的t必须是要大过 3就可以了 3.01 3.001 啊 他就no real root so你看我这边2x2-8x加5啊 2x2-8x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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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 他是这两个root吗 这样 然后我在这一边 这边如果我加3 他就有一个root 可是我加3.01 这样的时候 3.1的时候 ok 那我加3.1的时候 他就是no real root 如果我zoom进去的话 ok 或者是我在这边 我加3.95这样 啊 就比较明显 这样 他就no real root 只要他在这一边 他是大过3的时候 他都no real root 他加3的时候 他就是to real and equal roots 这样 所以这一题真的是 很考你的那一种想象力 跟concept的那一种 ok 因为他这一边 他讲based on the graph吗 ok 如果他没有讲based on the graph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做那一个 呃 什么啊 呃 biscuit减4ac小过0 ok so我的这一个2 然后他的我们只可以拿来当作是check答案啊 ok 我就有2x2-8x加5加t等于0的时候 tunnel real root我就有biscuit减4ac小过0 然后减8square减425加t小过0 64减40减8t小过0 然后24小过8t 然后3小过t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t大过3 这样 所以我的这一个t大过3 跟他的这个t大过3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看到 ok 可是事实上 他这一边叫我们based on the graph 所以我应该直接看 就看得出 好 接着我们看第十题 the curve of quadratic function intercept the x axis at减2跟4 然后the straight line y等于6 touch the maximum point of the curve so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可以想象他的graph呢 是有-2跟4 他是酷连 我的a等于-2和3小过0 他是酷连 然后他的那个y等于6 是他的maximum point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2跟4 -2跟4 这边是4 这边是-2 然后他的6是他的maximum 然后我的这一边 这一个axis of symmetry 是-2加4除2 就1 所以他是16 这样 so我的x加m x加m等于0 x等于-m 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x等于1也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所以我的m等于-1 然后我的2m等于6 他的maximum m等于3 所以我在这边 我拿到的是m等于-1 m等于3 然后 然后scatch的graph 他要-2跟4之间 然后这个就已经换出来了 然后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 fx等于-2和3 x-1的square 加6 然后我的f of 0的话呢 他会变成-2和3 0-1的square加6 然后 他就-2和3 6-2和3 6-2和3 5又三分之一 所以他在这一边 这个是5又三分之一 好 然后他要0跟4之间 所以不包括其他的这一些 他要的只是这个部分而已 所以我的这个是x 然后这个是fx 然后 if the graph is reflected on the x axis write the equation of the curve 所以我在这一边c的部分的时候 他就乘减而已嘛 所以我的fx呢 就直接 呃 那一个 减变成加 就negative of 这个-2和3 x-1的square加6 所以他变成了 2和3 x-1的square -6 好 2和3 x-1的square -6 嗯 他是 4加-2 来 等下 我在这一边 x-1加6 -2和3 x-1 square加6 -2和3 ok 他这一个是 -2和3 然后挂弧 x-1 -2 然后挂弧 然后加6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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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他reflected on the 那个x axis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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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tangent to 这个东西 这样在这一边的时候我 sub 进去 ok 我把 y sub 进去 然后我的 b squared tangent 的情况之下 我看到 tangent 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我的 b squared 减 4ac 等于 0 ok 我有一个 curve 碰到一个点的话 这个就是 tangent 然后它的 b squared 减 4ac 等于 0 这个是 equation 2 这个是 equation 1 我直接 sub 我的 equation 2 into 我的 equation 1 里面 所以我就有 2x 减 x 块 加 kx 加 7 加 6 等于 0 so 我有 2x 减 x 块 减 kx 减 7 加 6 等于 0 so 我有减 x 块 减 kx 加 2x 减 1 等于 0 so 我就有 x 块 加 kx 减 2x 加 1 等于 0 so kx 减 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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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k 来了 ok 等于0,k抽出来,k-4等于0 所以k等于0,k等于4 好,so k等于0,k等于4 然后他说,find the possible value of k if k大过0,so 我的这个k 会是等于4,这个rejected 因为我的kl大过0 so k等于4 然后他要我们scatch the graph y等于 什么x2加 4x加7 ok,y等于4x y等于x2加4x加7 y等于x2加4x加7 y等于x2加4x加7的时候呢 嗯 标准的做法啦 就是说我应该做competing the square ok so我在这一边我就有x2加4x 减 然后加2的square 减2的square加7 所以他变成x加2的square 减4加7 减4加7的话呢,他会变成加3 so我的这一边 我就有 那一个 x加2等于0 x等于减2 然后我的减2 3 是我的这个a大过0 a等于1 大过0 所以他是笑脸 so这个是他的minimum point minimum point 然后减2 3的时候你看我在这一边minimum point 减2 3 在这一边减2 3 所以我在这一边减2 3的时候 这样这个是x 这个是y 然后这一边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f of0 他会变成 0square加4乘0 加7 他等于7 这一边是7 好 这样这个就是他的graph啦 ok 好 接着第12题 他要我们的px写成vertex form so我的px等于-1 10x2加800x 我把减1%抽出来的时候 他会变成了x2-8000x 他除1% ok 然后这样 然后我后面这一边呢 我就可以直接 呃他原本后面没有了啊 我不要吃步骤了 -1% x2-8000x 加除2-4000的square 然后-4000的square 所以他变成-1% 放弃 -1% x-4000的square 减减加160000好是这样 然后pervic to maximum income 他要拿到他的那个number of electric component 是他的x so他的x等于多少他会是maximum 就他axis of symmetry 所以我的be那边我的x-4000等于0 所以x等于4000 然后他maximum income是什么 maximum income就是这个 maximum income 等于160000 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13题 project house is launched vertically upward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the height 是这一个 他要我们写成这样 so我的ht等于-5t square加30t 我把-5抽出来 t square-6t 然后他会变成除-5嘛 t square-6t 加-3的square-3的square-5t-3的square-5t-3的square-9 ok max height max height等于45米 time t square-6t 所以t-3等于0的时候 t 等于3s 好就是这样 好就是这样 好来我们看第14题 a stone is thrown vertically upward from a platform that is 4m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the height of the stone after 是这一个 find the time taken by the stone to reach the maximum height so我们要maximum height这种东西 就是competing the square 总之我们在第1次考试的时候 from 4的时候 ok 他讲到maximum minimum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competing the square ok 好 所以我的ht等于-5t square 加30t加4 -5抽出来 t square-6t -4把5 所以-5 t square-6t 加-3的square-3的square -4把5 所以他变成-5 t -3的square -9-4把5 然后-5 -4把5 9545 这一个 合上来他会变成了-945 49 和5 -t -3的square 加 49 哦 哦 OK 呃14t 所以我的 time to reach the maximum height 的时候呢 非常简单 就我的t-3等于0的时候 t-3 second maximum height 的时候呢 是直接 49米 这一边 这个是他的max来的 然后 find the range of time when the stone is at a height more than 4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多过4 所以他多过4的情况之下呢就我的ht 大过4 这个是b的部分我的ht是4加30t-5t square大过4 这样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呃我把全部翻过去因为我要我的t变成positive 所以我就有0大过 5t square -30t 加4-4就没有了你看加4-4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5t square-30t 大过 小过0 OK 小过0 这个小过0 所以我把我的那一个 5t抽出来 然后t-6 5-6-30 小过0 so t等于0 t等于6是他的那个 route 所以我在这边有0跟6 小过是在这一边 所以我的这个t是在0跟6之间 OK 好 0second跟6second之间 0second跟6second之间 他都会大过4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找他的route的情况之下 我就有-5 等于等下这个-5 等于30 等于4的时候 这个6.13的时候呢 他会reach the ground OK 题目没有问 但是我这样这种类型的题目我们时常遇到了 OK 他什么时候reach the ground 好 so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 是 t等于6.13 second的时候 他bridge 的 ground 这样 好 在这一边 degregard above show rectangle EFGH 他告诉我 EF是64 EF是64 FG是40 然后 他的这个FMM是在这个 长方形里面 他告诉你mh是x 然后hn 是2x 哎 他他 没有 应该是ng是2x啊 因为他这边 这边他是写2x 所以他这一边是题目错了 他应该是 ng是2x OK express the area for f in term of x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 40 这个是x 所以这一边是40 减x 整个是64 这边是2x 这一边是64 减2x 然后我整个area for EFGH呢 是64 乘40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64 乘40 然后拿到的是 64乘40 我拿到的是2560 然后我的那个area for三角形 那个 EFM呢 他是1分之1 乘64 乘40 减x 这个是32 32乘40 32乘40 1280 1280 减32x Area for三角形 那个 什么 HMM 会是1分之1 乘 64 4减2x 再乘x 就32x 减 x 然后我的area for三角形 呃 FGN 的话呢 他是1分之1 乘2x 乘40 所以他变成 40x 嗯 所以我的area for 那个FMM呢 就是2560 减掉 1280 减32x 减掉 32x 减 x 再减掉 40x 所以他会变成 2560 减1280 加32x 减32x 加x square 减 40x 加32x 减32x 没有了 所以我在这边我有x square 减 40x 然后我这一个 什么 2560 256 减128 他是128 加1280 ok 好 然后 在这一边 find the minimum area 和他的corresponding so 嗯 minimum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如果我用modelmax的方法来做 其实很简单的 我用直接减b per 2a 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在mx里面呢 其实减b per 2a 是没有 在我们的那个mx的课程里面的哦 modelmax有啦 所以我尽量还是用回 那个competing the square so 我的b在一边 ok 他的这个area 等于x square 减40x 加1280的时候 我就有x square 减40x 加 减20的square 减20的square 加1280 所以我就有x 所以他就会变成x-20的square ok 减400 加1280 所以他就会变成x-20的square 加88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minimum area是880 meter square 对吧 然后当我的x等于20 meter的时候 然后 ok ok 好在这一边 Diagram above shows a rectangular piece of length fence right next to a wall 他 在这一边我给他这个是y 虽然讲我知道他不要我用y 但是我觉得用y会更简单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加x加y等于80 所以我的y等于80-2x 这个是第1个 他就讲area是这个 so我的area会是x乘y 所以x乘80-2x 所以他会变成80x-2x ok hence find the maximum area 还有他的corresponding value of a x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b的这一边呢 我就有-2x2加80x 我做competing the square -2 然后x2-40x ok x2-40x 然后他会变成-2x2-40x 加-20的square-20的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2 然后x-20的square-400 然后-2x-20的square 加800 然后-2x-20的square加800 然后-2x-20的square加800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max area是800 ok 当我的x x等于20的时候 x-20等于0 x等于20的时候 就是这样 好 好在这一边我就把那个 什么 Blankey focus 的 总复习题的paper2 讨论完 复试 复试 the equation 一圈